公元前771年西方蛮族势力犬戎 联合申侯和曾国 攻陷了周朝的首都浩金 杀死了周文王 占领了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是周的发源地 他们就是从这里 休养生气壮大 然后东出灭了商朝 当周文王基于东方的土地时 他绝对没有想到 造主给了他一份非常大的礼物 这个礼物就是关中平原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关中平原算不上多么大 但是在商代 在已知的文明世界 也仅仅就是关中平原 以及河南与河北山东 山西交界周围的领土 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之内 关中平原就占了三分之一的世界 土地肥沃 气候适宜 是称霸的绝佳之地 关中平原和东边的平原比起来 它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地理 尽管东边的平原适合耕中 但是从军上看 缺乏地理的保护 小山寒武关以西的地区 是一个盆地地貌 盆地中间是平原 周边则是一圈 一手南弓的高山 南边是微微秦岭 北边是黄土高原 西边是六盘山和龙山 东方是黄河 太行山 小山 中条山等等 在古代以人力处理为 主要动力的时代 这些山脉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任何人想要攻打关中地区 都充满了艰难险阻 无法做到欺席或者出其不意 攻打关中 只有群山中的几条孔道可以通过 这些孔道就成了兵家必中之地 在孔道的必经之路上建立关爱 在盆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 各有一个关塞最著名 分别是东方的寒谷关 西南方的大三关 西北方的萧关 和东南方的武关 这四个著名的关爱 和其他的小关爱 共同仿护了关中平原 西州王朝之所以能够立足 就是因为掌握了关中四岁的险要 对比关中平原的险要 太阳山以东的平原 则没有这样的天然优势 当然关中平原也不是无济可乘 比如西州的灭亡 就是因为西北方向的尸首 在西州时代 面向西北的萧关外 有一片缓冲地带 就是现在的固原平原 如果西州能够同时占领了 萧关和固原 那么防守就比较稳固 然而在西州的后期 固原平原被犬冲占领 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犬冲以此为基地 经常越过萧关 攻打西州府地 并最后灭亡了西州 这一事件改变了历史 给了一个弱小的部落 崛起的机会 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中国历史 下期我们继续分解